Odio Jungle 中国空军的图片显示 歼-20与歼-10共同出击 中国空军今日5月9日发布消息 中国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-20近日首次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 进一步提升空军综合作战能力 空军发言人表示 歼-0下-20战机展示海空 实战实训 有助于空军更好的肩负起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中国空军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很短 其中蕴含的信息量却不小 今天 我们就来简单说说这是 歼-20航程大 这是替代苏-30的基础 从中国空军的配图看 显然是一架歼-20战机与至少两架歼-10战机编队飞行 这也证明了歼-20战机展开的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 是带有对抗性质的 很可能是通过歼-10以及歼-11等第三代战机来模拟每日同级别战斗机与歼-20战机进行海上模拟对抗训练 那么 解零下-20战机展开的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究竟是在哪一个海域呢 根据此前中国空军官方发布的歼-20战机 以金列装作战部队的消息来看 未来歼-20战机也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东海上空 接替海空军苏-30的位置 担负起驱逐美国空海军以及日本海上空中自卫队军机的神圣使命 苏-30战机凭借强大的续航能力 一直是东海抗衡美日的主力 而且 随着日本空中自卫队首架F-35A战机投入部署 再加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F-35A美B战机在东海的频繁活动 事实上 也许很快就会出现中国空军歼-20战机 与美日F-35A美B战机遭遇甚至对峙的情况 尤其是中日作为东海的两大主角 目前的各种日常遭遇已经是常态化 一旦双方的新一代隐身战机登场 全球五代机日常对抗的新时代 也将被双方率先开启 不过 即便是出现这中场面 美日方面应该也得不到太多的便宜 首先 中国因为早早就已经开始着手应对美军的隐身优势 花费数十年打造的反隐身体系绝不是花瓶 歼-20战机有强大的反隐身体系支持 就能够通过高速保密数据链优先得到对方隐身战斗机的情报数据 占有信息上的优势 中国早早面对美国的隐身威胁也顺势打造出了反隐身体系 反之 美日在这方面较为迟钝反过来 无论是日本海上空中自卫队 还是美国空海军 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国隐身战机 还没做出有效应对 目前他们还没有针对歼-20战机的有效探测 跟踪手段 因此 中国空军能够对美日方面形成单向透明优势 此外 就战机本身的性能来说 F-35A美币也远无法与歼-20抗衡 尤其是歼-20战机所具备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以及超机动性能 足以压制F-35A美币战机 从长远来看 即便是换成F-22A 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对抗歼-20 所以 歼-20战机未来一旦出现在东海上空 将如中国空军所言 有助于空军更好的肩负气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让美日军机无法在东海成威 日本在结装美国造F-35的同时 也已经开始自行生产 短期内我们的数量优势不会太大